大家好 我是洪准 欢迎收看古海弘扬 今天的加全股价指数的盘中 再度游升转变 小跌了一点 但是我常跟大家讲说 只有在黑暗之中 才能看见最璀璨的流星 那有人 这些人告诉你说 这个半导体真的很衰 所以台积电重错2.87% 人家这样做到底是对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敌人跟朋友你一定要分清楚 为什么指数在拉回整理的过程 贵买市场却是创高的 你有没有发现 找到了没有 你看到流星了没有 这不只是流星还是一颗大会星 但是你永远都不会相信 前面这个人跟你讲的 因为你总是觉得说 外资它才是对的 外资它们才是最厉害的 是真的是这样吗 但是外资有带你去买这样子的股票吗 6175的立敦 我那时候说破底背离均线反压 突破了均线反压 这个背离它乃是 它是超盘手最大的警讯 所以均线反压之后这里是一个支撑 支撑它是一个波段的起涨买点 但是你有没有买啊 你买不下手 因为你不认识它 但是因为我们有产业的底子 我们知道说这家公司的未来状况有多好 当它出现机会的时候 靠你去嘛 而且是三分之一部位哦 6175的立敦 26.2元 市价买进三分之一部位 你可以成交在25.9元 我连后面的小数点我都不要了 在一个波段上来 有没有做给你看 量大的高点不会是最高点嘛 所以它会怎样 过高啊 还记得吗 我们怎么样去验证给你看的 整理的过程之中 如果你任何一次 对它不够了解 对它的知道的不够深刻 你都会被清洗出场 干净溜溜 但是呢 我们一路的整理的过程之后 我告诉你它还会再过高嘛 它还会再过高 因为量价关系就已经跟我讲了啊 有人在洗愁 这一段量所整理 它是洗愁的讯号嘛 它不是要转跌啊 而且大盘在跌 月均线还是往上仰的啊 那往上仰它是什么样 强于大盘 这种股票你不敢买 那你要买什么 那你要买什么 这些资金不就是在转入吗 我告诉你说什么 大涨创高准备 清筹完成准备飞龙在天嘛 清筹完成是不是准备 清筹完成了 两次洗愁完成之后 它准备飞龙在天 飞上去了啊 今天呢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嘛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别人怎么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是先验证给你看 一步一步的告诉你 我们是怎么去买的 今天大盘是怎样走的 大盘是这样跌的嘛 有涨吗 大盘有涨吗 没有 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可以这么强 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这样逆势的上来 涨了30% 带领会员赚了30%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得见未来嘛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现在你要看的就是一个涨价题材 你要看涨价看涨价看涨价 我讲了N遍了 可是你们永远去买那种 跌下来觉得跌很深的股票 但是那种股票是没有未来 你要找的是进可攻退可守 即使它有涨价 我告诉你涨价是成长哦 但是他们获利会更强悍 有一些很好很好的股票 它只是还没有被人家发现而已 但是我们风行操盘团队 先带大家先抓到了嘛 力度是一哥啊 但是我告诉大家说 它不只是一档股票而已 它会带领整个族群开始往上走嘛 所以我用阶梯战法告诉大家什么 一样的破底背离啊 破底背离哪位操盘手持最大情绪嘛 三角收敛形态 它只要带量突破 它是起涨点啊 量占比从400来到100 谁知道是不是谁先进场去布局了 然后呢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啊 我不想开牌是因为 我不想让它的筹码乱掉 我们的会员已经在里面了 我不想让它筹码乱掉 所以我就不开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看的不是一档股票 而是一整个族群起来 一整个族群 它未来会有大赚的潜力 只是你愿不愿意跟上我们的脚步 有没有掌握到那个机会啊 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就要有领先市场的思维嘛 不是去看一些落后的资讯 不是去看一些外资给你的那些报告 你知道那些报告到底经过棘手吗 你看的可能是最后那一个再上车的老鼠耶 那你有没有想过 外资它为什么要出这份报告啊 孙子兵法胜负三理论啊 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你要有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你要预测敌人的战绩 你不能瞒干嘛 外资他们这个地方用超漂亮的你知道吗 他们超会用孙子兵法的 但是呢很多的投资人 就傻傻的进了他的陷阱了 操作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不是人云亦云跟着 每次都是跟着市场的讯息在走 今天我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今天推出今天就结案 三三快散优惠 今天推出就今天结案 单股已经结束了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进场布局 而且都在获利当中 重点是 重点是 还有很多很多 类似这样子的标的啊 立顿只是刚开始而已 内股会走轮动轮涨 而且它是一个族群一直在里面 一直进一直在里面轮涨 所以你会看到 未来很多的标股都跟涨价有关嘛 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要有领先市场的思维嘛 所以我们当初怎么带你去做领先市场的 当我们在买文帽的时候 有谁跟你讲过他 9月13号的时候买进186块钱 你成交在186哦 我们折讯是187元哦 所以你所有的会员都可以成交 当时候量大高点不会是最高点 我说准备要扣底低值 均线翻扬的时候指标也翻正 你不能买吗 是你不敢买而已啊 因为你觉得它涨很多 但是我认为它后面还有很多可以涨 那时候大盘是怎么跌的 还记得吗 但是我们是怎么带领会员在赚钱的 还记得吗 是不是跟现在的时空背景一模一样 51块钱甚至说拉回修正 他说指标怎样乖你啊 指标被你拉回修正 量说整理是不是也是一个喜仇啊 喜售嘛 筹码喜售的阶段量在比还在第二名啊 创高获利70块钱 再来一直到80块钱 我都没有改变过啊 强势整理0.382的位置还记得吗 你有没有买 因为你买不下去你觉得它涨很多 获利到100块钱哦 甚至说它出现了利空 告诉你说音乐达它要处分它的股票 我说什么 我说它会怎样 做一个三角收链它会再突破啊 它是不是会再突破 今天再撞一个波段的新高 来到310了哦 一档股票啊 你去买的是高价股 我们带领会员赚的是一档 120块钱的股票 你在买高价股 我们是赚了一档高价股 这样的绩效不够亮眼吗 还是你愿意去看人家那些 每天涨停板然后告诉你 每一支股票都不一样 每天买的都不一样 我们用的是什么 我们用的是领先市场的思维啊 我们用的是眼光啊 我们看到的是黑暗中最璀璨的流星嘛 那更不用是讲说同样都是 自贸啊 我们怎么买的 是不是3D感测的元件 今天还是再创新高 波段获利80% 操作要有公司 要有方法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机会 33快闪优惠 今天推出就今天结案了 很多很多涨价题材哦 很多涨价的题材现在才刚要开始 就跟3D感测元件一样 你要是错过了 你后面只有追高的机会 你那时候你也不要去追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 等到市场这样 大家一窝蜂很开心的时候才要去买 但是你能不能买在起涨点 最后一次的机会 今天开始就今天结案 你若胜开蝴蝶自然 赶快种下雨 你对于股市成功的信念 让我们成为您登峰的祥导 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股海弘扬出镜操作出镜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